画面里的姑娘叫和风 她头发很短 像一个假小子 在她小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到的故事 就是阿拉伯故事集 其中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勇士费拉斯 为了向世人证明 她的诚实和勇气 不惜把刀子插在自己的脚背上 和风觉得这刀子 不仅刺穿了勇士的脚背 也刺穿了它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 她喜欢上了刀子 13岁那年 爸爸递战友 李叔叔 送了她第一把刀子 第二把刀子 是陶陶送的 作为17岁礼物 陶陶是和风的同班同学 和风喜欢陶陶 阿丽也是和风的同学 是陶陶的好兄弟 这次宴会 一如既往的 由阿丽买单 但每当这个时候 同学猪猪 都是要生气离开的 和风觉得 她是个小女人 和风想起了费拉斯的话 经理对有的人来说是珠宝 对有的人来说 是沙漏里的沙子 但作为炮童树中学的学生 和风不清楚这段经历 究竟是珠宝 还是沙子 虽然搞不清楚 但和风也并不在乎 和风并不是个好学生 从他不愿意写作文 就能看出 但他并不是不写 而是选择抄袭 有一次 老师闭指的题目是 我的理想 和风和陶陶的作文 都是下班后 给心爱的人做一道 白油烧豆腐 和风只是把陶陶作文里 心爱的女人 简单改成了心爱的男人 宇文老师非常生气 大骂和风跟陶陶浪费生命 但大道理还没说完 在下课领响前三秒间 大家就自发下课了 因为音响总要提前三秒钟 发出嗡嗡的声响 下课后 大伙先脱下难看的校服 离开炮童树中学的大门 和风总是最快的那一个 而朱朱却不脱 果然是一个小女人 和风想 朱朱害羞地低着头 问和风事情怎么办 和风没有功夫理他 因为他看见 前面的小混混在围着阿丽 这准是来找阿丽额钱的 和风立马跑到混混面前 猛地一推 为阿丽打抱不平 眼看场面越来越不受控制 陶陶赶了过来 他丝毫没有过问 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 原来混混是被阿丽爸爸 从自家酒吧里赶出来的 气没处撒 才找阿丽出气 和风想不明白 为何阿丽家这么有钱 他爸爸 还让他在这种三流高中挨欺负 陶陶说 是阿丽爸爸 不让阿丽去 他爸认为 去重点中学学习 纯属浪费时间 唯一要学的 就是人际关系 其他的 没啥好学的 和风还是不理解 只觉得阿丽爸爸 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就这样 陶陶带和风 来到了一处废弃厂房 与其讨论阿丽的家事 不如享受 每天送和风放学时 路途中 这段额外的邂逅 或是说悄悄话 或者直接亲一口 这也是和风所能接受的 再多 他就接受不了了 毕竟 和风只是一个成绩一般的普通少女 这倒不是因为他观念保守 严格自律 而是家庭氛围导致的 令人震惊的是 和风的妈妈 跟送道子给他的 爸爸递战友 李叔叔 再一块了 最让和风不理解的是 爸爸仍然和李叔叔保持联系 他只觉得荒唐 果然 回到家 李叔叔又送来东西了 这次是一个蛋糕 说是送给和风的生日礼物 和风冷冷地嘲讽了父亲 父亲突然冲动 打倒了和风 躲进屋里 和风很想把这些破事 跟人说说 干脆就跟陶陶说说 但他还是放不下面子 只是拨通了电话 啥也不说 低头磨着刀子 其他人的家长 都有头有脸的 比如猪猪 他的爸爸 就是拿着持枪证的警察 是有真家伙的 到了课上 又是班主任宋小豆的那张脸 宋小豆刚来的时候 和风对他的印象还行 也就是英语老师特有的洋气和高傲 他真的觉得 这没什么 他感觉 陶陶的拳头 一娃的笔头 哪个不比宋小豆厉害 陶陶的拳头 已经见识过了 那么一娃的笔头 是在宋小豆进班的第一天 就给了宋小豆一个下马威 那天宋小豆作为新老师 放了点狠话力威 但一娃看不下去 轻蔑地对着他笑 这一笑 激怒了宋小豆 听到这话 一娃的笑还是挂在脸上 同时 他弯腰拿下自己的假腿 高高举起 对宋小豆笑着说 我还真就是个瘸子呢 看到这 宋小豆立马向一娃道歉 这是迫于道德的不情愿的道歉 一娃的厉害 远不止于此 他的笔杆子 才是最厉害的 有一次 蒋副校长来巡视 同学们叫他蒋校长 他很不高兴 强调着 让大家叫他蒋副校长 第二天 一篇叫副班长的文章 就在班里传开来 这当然是一娃写的 其中有这么一句 我要是当上了副班长 我一定要同学们 叫我一副班长 而不是一班长 一个副字 叫出了我的谦逊 也叫出了我 避欲去之的心头之痛啊 但就是这么一个 富有心机的女人 唯独不说陶陶的坏话 陶陶想知道 一娃哪一条腿是假腿 一娃笑笑 让他猜 看到这里 和风忍不住想一巴掌扇过去 但陶陶对和风说 一个瘸子 不要再计较了 但和风一想起 一娃那张脸 那张阴险的脸 就直犯恶心 那天放学 和风没有跟陶陶说一句话 和一娃的两子 算是结下了 但这是第二次 第一次就是和班主任 宋小豆 这是 还得从转校生 金贵和包金生说起 金贵来自大山 是因为他工伤死掉的哥哥 被工地老板送来的 包金生 是从西藏来的北京人 但重点不是他们 宋小豆指着黑板上的 送你一颗小豆子 问 这个你指的是谁 大家的脸 竟骑刷刷的面向陶陶 陶陶害羞地低下了头 宋小豆声音都变轻了 只是让陶陶下课 去办公室一趟 看着陶陶和宋小豆 有了捉摸不透的联系 尤其是宋小豆那种眼神 让和风算是和宋小豆 结下梁子了 他只觉得讨厌 极其讨厌 在这期间 和风也认识了一个新朋友 就是那个北京人 包金生 据说 他家是地道的北京人 是父母支援边疆时 才去西藏的 就我们来看 包金生的背景可不小 不仅如此 他这么强壮 这么威猛 眼光还很独到 在转校第一天 就觉察到了什么 他在体育课上 半倒陶陶 然后邀请陶陶 不仅是陶陶 还有全班同学 一起吃烧烤 但当大家大快躲移完后 包金生却开始演了 他左边陶陶口袋 右边摸摸一兜 接着又走到阿丽旁边 有些近乎名似的 让阿丽付钱 和风看不下去了 跑上前 对包金生说 你TM有病吧 包金生却说 我没惹你吧 这时 就当和风已经走上前了 陶陶还是没有反应 猪猪早就说过 陶陶靠不住 说女人都是情种和傻瓜 但和风却认为 猪猪是在嫉妒她 最后 阿丽付了钱 陶陶还是无动于衷 最后 猪猪对和风说 陶陶是有力量的 但这力量 不是给和风准备的 他压根就没准备出手 猪猪还跟和风说 这次冲突 完全是包金生自导自演的 目的就是试探 试探陶陶 陶陶不出手 也是试探 和风发现 自从包金生来后 陶陶不像之前那样勇敢了 相反 更像个软蛋了 原来替阿丽出头的她 面对包金生 最多也只是劝阿丽逃客 美其名曰 避一避风头 直到那天上午 陶陶拿着什么东西 到了厕所 然后 用阿丽的名义 叫包金生去厕所 不巧的是 宇文老师 也在这时候进去了 就这样 一阵爆炸声传来 两个人被炸得挂了彩 这件事后 包金生差点因为故意杀人 被直接送进公安局 幸亏事情没有闹大 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她是凶手 毕竟她也受伤了 那究竟谁是凶手呢 终于在经过 一下午的排查后 警察找到了凶手 那就是陶陶 但陶陶不承认 说案发时 她在宋小豆办公室里 出乎和风意料的是 宋小豆真的为她证明 就这样 这事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最后 包金生只能自认倒霉 因为宋小豆的担保 罪名也只能做到包同学身上 被迫吃了一个留校处分 之后 包金生给陶陶起了外号 叫 敢小鬼 为了证明她的观点 在和风撕掉陶陶 递给的小纸条后 包金生厚着脸皮剪了起来 平好 当着全般的面 说 这就是软蛋干的事 自从包金生来 陶陶和和风的关系 便一天不如一天 在猪猪看来 陶陶的力量 不是为陶陶准备的 而包金生的力量 太江湖了 猪猪的意见是 把他们都甩掉 但陶陶就听进去了一半 为了试探陶陶 也看看包金生的身前 和风答应包金生去泡巴 阿丽和猪猪听说后 极力劝阻 但和风轻描淡写 只是说 没什么可害怕的 出去后 包金生骑着小三轮 带着和风 一路骑到江边 说着不比酒吧好 和风坚持要请包金生去酒吧 到了酒吧 和风端起红酒 一饮而尽 付完款 就要出门 他愈发觉得 包金生只是虚张声势 其实他并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后来包金生 邀请和风 去他家坐坐 可是已经十点多了 和风要回家 包金生便打了一辆出租车 还把去酒吧的钱 还给了和风 说自己敢做敢当 说请客就请客 坐在车上 和风心里很复杂 感觉事情怪怪的 第二天 和风睡过头了 第一节课过了一半 才来到教室 正好撞上了包金生 他每天都迟到 这节课是宇文课 正好一娃在念作文 令和风气愤的是 陶陶竟然真的被打动了 替一娃说话 下课后 和风找到一娃 要抢作文 一娃说着一些 和风听不懂的道理 这更加激怒了和风 他失去了理智 跟一娃扭在了一起 大家迅速围了上来 陶陶也是 但这次 陶陶粗暴地 掐住和风的脖子 把他拽到一边 只有包金生 和猪猪护着和风 之后 猪猪说 陶陶一定是爱上一娃了 果然 放学时 陶陶骑着自行车 车上坐着的 正是一娃 和风怎么也不能理解 为何陶陶会爱上一娃 他感觉 猪猪疯了 陶陶疯了 一娃也疯了 大家都疯了 只有自己 还在独自凌乱 最后 和风像喝醉了似的 主动送上门来 找到了包金生的家 现在 他叫包金生包子了 包子的家 就在一处仓库里 逼自 气味复杂 包子说 这时他舅舅的家 平时就他一个人 他们坐在沙发上 和风吃着包子 给他泡的面 三两下就吃光了 包子看都没看 端着面汤 一饮而尽 还说委屈和风了 和风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包子 他感觉不安 感觉难过 也是第一次 感觉到了扭捏 那种本不该属于自己的感觉 混着方便面的未来 在肚子里窜来窜去 包金生顺势而为 熟练地解开和风的衣服 那么轻柔 那么自然 就这样 在和风的泪水中 他们在一起了 就这样 两人每晚都在这间出租屋里 自然去学校的时间 也越来越晚 终于 这样没修没少的生活 被从天而降的惩罚 彻底打破 是的 他们错过了考试 就这样 周一升旗时 两人都被了留校处分 但包金生不同 这次是第二个 他要被开除了 但他还是很淡定 这次又要请大家吃烧烤 但除了和风和阿里 谁都没来 陶陶要凑过来 也被阿里劝住了 之后 包子不让和风来了 理由 是他父母来了 和风想说什么 但包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和风想到陶陶 但阿里说 陶陶的爸爸 就是在税务局的那个 上周刚被抓走了 那就是说 和风没人可以依靠了 他只好回家 毕竟 明天还要开家长会 早已得知消息的父亲 看到他回来 立马将他打了一顿 第二天 父亲照常上班 作为一名保安 父亲每天低声下气 就像这一天 遇到明强的小偷 脸上挂了彩 也只能忍气吞声 不敢把事情闹大 和风这边 和风听猪猪的话 搬了一盆花 来到教室 讨好宋小豆 出人意料的是 包子也送花来了 但宋小豆没有领情 包子问他 能不能放自己回来 宋小豆嘴上说yes 头却左右摇晃 陶陶也挡在门口 一看 就是和宋小豆一伙的 就这样 包子和陶陶打起来了 和风想劝架 却被陶陶绊倒了 就这样 包子被架走了 确实如猪猪所说 陶陶的力量 不是给和风准备的 就他今天的行为来看 这力量 分明就是为宋小豆准备的 家长会开到一半 父亲来了 他解释说 自己是来开家长会的 在一群家长不屑的眼神里 和风第一次觉得 父亲很可怜 下节语文刻上 和风迷迷呼呼睡着了 突然 他被宇文老师叫起来对师 他一时梦了 胡言乱语 就这样 被叫到办公室 也是在所难免 但这次与以往不同 宇文老师手足无措 显得十分紧张 和风小声道歉 但宇文老师啥都没说 突然 把头扑在和风肚子上 使劲文 让和风非常震惊 最后 和风走了 刚才的场景 和楼道里诡异的氛围 让和风很不舒服 第二天 和风被猪猪叫住 猪猪质问和风 昨天在办公室做了什么 关你什么事 和风不耐烦地说 猪猪只是回答道 宇文老师自杀了 是在洗手间 用丝袜吊死的 丝袜是用过的 但是不知道是谁的丝袜 住在宿舍楼上的宋小豆 也不知道 听到这个消息 和风感到一阵恶心 吐了 回到家 和风看到爸爸 给他买了礼物 他不想收 但想到家长会上的一幕 他还是收了 这是一件纱裙 他穿上后 爸爸非常高兴 在餐桌上 爸爸跟和风道歉 说了很多话 最后 和风只是举起了酒杯 和爸爸干了一杯 到这里 日子本该恢复正常了 可谁能想到 包子来了 他来求和风 找蒋校长说情 让他回校读书 和风犹豫了 但不知为何 嘴里还是说出了好 和风这时已经知道 包子是被父母赶出来的 因为违法违纪 他被拉萨的中学 反反复复 开出了好几次 和风没法理解这个概念 只是觉得害怕 他不知道 这样做事对是错 到了校长室门口 他越想越害怕 突然 蒋校长打了个喷嚏 吓得和风近乎崩溃 拔腿就跑 他明白自己做不到 他开始躲着包金声 但放学时 还是被在门口 等了一整天的包子 发现了 他抓着和风 被猪猪推开了 最后 愤怒的包金声 挟持着阿里 上了一辆出租车 只留下震惊的和风和猪猪 过了不知道多久 两人才听到旁边的金柜大喊 去找宋老师 飞奔到单身宿舍后 宋老师许久才开门 但看到屋里的 那双男士球鞋 那是和风送给桃桃的 他才知道自己不该来 也彻底明白了猪猪的话 但已经来不及思考了 包金声把阿里当作人质 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 狙击手也已经就位 就在这时 金柜冲了出来 一把推倒包金声 伴随着扳机的扣洞 混合着人群的嘈杂 还有和风的呐喊 包金声再也没动过 之后 和风彻底无心上学 只知道 后来桃桃和伊瓦 都上了同一所大学 似乎真的在一起了 而金柜 成了阿里的跟班 阿里说 包金声去了个很安全的地方 不管怎样 和风再也没见过他 和风决定离开这里 尽管阿里爸爸极力挽留 劝和风跟自己留下来 他还是决定离开 但去哪呢 他决定找猪猪 猪猪去了新疆的小城 上了一所武警护士学校 他给和风的信 每一封后面都说 你要是有勇气的话 就来找我吧 就这样 他真的去找了猪猪 到现在 他也想不明白 这一切经历 究竟是沙子 还是金子 但他知道 包子 桃桃 伊娃 宋小豆 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故事到这里正式结束